爱情犹如一只无名鸟,原本应自由翱翔在天空,可在现实的枷锁前,却往往注定了它不能展翅高飞。 很多人羡慕春秦超中的春秦,因为它拥有一个对自己痴心不改的爱人,纵使已过千年,得一个一心一意与自己相伴一生的人,亦是许多人心中的愿望。 左助十三岁便从晋江来到大阪,现在在红屋药行当庸人。 女孩春秦是红屋老板安左卫门的二女儿,如此貌美的春秦却自幼双目失明,终日活在黑暗的世界里。 左助一面要照看红屋药行的生意,一面还要随时接受二小姐的差遣,照顾她的生活起居。 这天,左助带着春秦到当地最有名的秦堂练秦。 一缕清风拂过,春秦身上的香味立马吸引了登徒子立太郎的注意。 他同手下人商议,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得到春秦。 秦堂里,春松老师手持三味弦,与春秦的古秦琴色和鸣,和谐动人的音律让众人羡慕不已。 他们嫉妒春松老师总是偏心,好像眼里就只有春秦一个学生。 有人说,那是因为二小姐长得美貌,所以老师才肯花大力去教她。 不过,马上有人反驳,春松老师也是个瞎子,他怎么知道春秦漂不漂亮? 端坐在一旁的左助并不被这些闲言干扰,他紧闭双眼,用心体会着演奏中的每一个音符。 一旁的男人问左助,他们演奏的是何乐曲? 左助立马回答,是残乐。 男人不禁感慨,这么美的二小姐,可惜眼睛什么也看不到。 左助辩驳,二小姐跟别人不一样,他虽然眼睛看不到,却是用心在看。 夜晚的红屋药行,伙计们经历了一天的劳作,此时都已沉沉睡去,发出均匀的憨声。 左助拿着一把三味弦躲进狭小的空间,断断续续弹奏着不那么动人的音乐。 往后的每一天,只要二小姐拨动琴弦,她都会用心记住每一段旋律,夜里独自坐在角落里回味练习。 春去东来,左助的三味弦已经能从断断续续的音符弹奏出和谐流畅的乐曲了。 这天夜里,左助在阳台的角落练琴,一阵糙糙切切,如滚珠落玉盘的曲调,爬满整个院子。 红屋的掌柜起身,想要弄清楚这旋律是发自何处,推门一看竟是左助,她呼喊左助想让他停下,左助却入了迷,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 掌柜忍无可忍,一把摔碎了三味弦。 他大声呵斥,身为庸人,来红屋是为了励志将来成为药商,陪二小姐练琴并不意味着她也可以练琴。 掌柜走后,左助不舍得收集地上的残片,这一幕都被二小姐看在心里。 他叫左助来到自己的房间,要求她按照刚才的曲调再弹一遍。 左助说自己弹得不成调,不敢在二小姐面前献丑。 春琴缓缓说道,她虽然眼瞎,但心不瞎。 每晚从阳台传来的三味琴声,她都听在心里。 左助又说,自己的演奏实在难登大雅之堂,只是随便玩玩,她向二小姐保证以后再也不弹了。 春琴听完不满地问,是什么原因想要开始学琴,是不是打算苦练,然后给她点颜色看看。 左助连忙解释,说她只是想体会二小姐弹琴时那认真的态度。 说完起身,小心地拿起二小姐的三味弦,轻轻弹奏,春琴细细聆听,边指点边跟着节奏缓缓点头,不知不觉到了天亮。 这一天是除夕,红屋的其他伙计一大早都忙得不可开交,唯独不见左助。 掌管红屋生意的大小姐梁子推开春琴的房门,发现左助竟在这里弹琴,顿时怒不可遏。 她把火一股脑发泄给了春琴,并要带走左助。 春琴让左助自己选择去留,左助跪地,祈求大小姐能让她留下照顾二小姐。 听闻姐妹的争吵,母亲赶来劝和,她也让左助留下来继续陪春琴。 等所有人走后,春琴认真地对左助说,从今天起,她来教左助学琴,得知女儿要教左助弹琴。 安左卫门也赞叹,左助竟有如此天赋。 所幸,就让左助跟着春琴,做她助手得了。 药行那边就不用去了,至此,左助不用在两头奔波,一心陪伴春琴。 安左夫妇以为,这样的安排会对左助很好,其实,春琴对左助一天比一天严格。 左助弹琴,稍有不满,春琴就会厉声呵斥,甚至还会拿起手边的东西打她。 之后,春琴也会过意不去,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好,希望她能早日成才。 春琴对左助的打骂,有时连安左夫人也看不下去,但左助并不生气,反而更加用心练琴。 登徒子立太郎为俘获春琴的芳心,不惜花费精力,托人败在春琴老师门下。 当他略有小诚时,便忍不住向老师炫耀琴艺。 异曲弹完,立太郎急切地问春琴自己的演奏,什么时候才可以和红屋的二小姐一起合奏? 春松直言,他这一辈子也不可能。 立太郎顿时泄了气,说老师也太瞧不起人了,随后便出言不逊。 春松立刻明白了立太郎的心思,劝他想要玩耍就去花街柳巷,那里的小姐更适合他。 说吧,就将立太郎赶出了秦堂。 另一边,佐助在春琴的指导下勤意精进,谈琴之余,他也会说些听到的乐视与春琴分享。 春琴听完,脸上露出灿若桃花的笑容,嬉笑过后,又让佐助继续谈琴。 他伸出手想要接过三位玄给佐助演示,佐助却紧闭双眼,自顾自挑起了琴弦。 春琴大声呵斥,佐助这才看到了悬在半空中的手,连忙道歉。 春琴问佐助为何要闭眼? 佐助说他只想体会老师的感受,认为这样就可以心意相通。 春琴不听解释,他认为佐助是在学他,更是在侮辱他,让佐助赶紧滚出去。 佐助被二小姐赶出屋子,重新回到药行,身边的女佣纷纷嘲笑, 突然地动山摇,地震了,屋子里的人四散而逃。 佐助第一时间想到的仍是春琴,他从摇晃的地上爬起,艰难地拉开房门。 果然看到蜷缩在角落里吓得瑟瑟发抖的二小姐。 佐助抱住春琴,直到地震平息,刚要松手,又被春琴一把拉住。 春琴让佐助再也不要离开他,佐助发誓,这辈子也不会离开二小姐。 终日形影不离的春琴与佐助在外人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。 但这年秋天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,春琴怀孕了。 安左卫门先是找到佐助,他没有责怪他的意思,只是希望佐助亲口承认孩子是他的。 得知二小姐怀孕,佐助也是一惊。 接着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,二小姐是他的主人和老师,自己只是一介庸人。 自始至终他都知道自己的身份,所以从来不敢有非分之想。 安左夫妇发现春琴怀孕,就把他送到乡下的温泉居住。 安左夫人也怀疑孩子的父亲就是佐助。 他告诉春琴,如果是佐助,他们夫妻就将佐助收为养子,然后把这个孩子正大光明生下来。 春琴一口否认,佐助是他的庸人,又是他的学生,他们之间断然不可能。 他已经跟那个男人发过誓,绝不会公开名字。 至此,春琴孩子的父亲始终是个谜。 不久之后,孩子出生,安左夫妇没有办法把婴儿送到了一个叫河内的人家里。 据说,是离佐助家乡不远处的一户人家。 这件事不久之后,又是一连串不幸的事相继发生。 这年的十二月,红屋的老板安左卫门突然病逝。 不到一个月,春琴的老师春松俭孝也离开了人世。 春琴得到先师的允许,以春琴的名字继续在春松老师的琴堂开班授徒。 佐助也就跟着一起搬了过去。 红屋要行的生意自安左先生逝世后,一直由大小姐梁子掌管。 春琴自父亲寄日后,就再也没有回过家。 这天,仆人突然请春琴和佐助回红屋要行,说是有要事相商。 二人前脚刚出门,立太郎后脚就登门造访。 见主人不在,他并没有要走的意思,而是向两个仆人细致打听春琴与佐助的生活起居。 红屋要行内,安左夫人与大小姐梁子郑重告诉佐助,她的父亲来信,希望佐助能回到家乡继承家里的生意。 大小姐梁子倒是乐于佐助回家,可安左夫人立即满面愁云。 佐助走了,谁来照顾春琴呢? 二人走后,春琴也让佐助认真考虑去留。 佐助表露心悸,作为仆人和学生,他绝不会离开老师。 家里的生意可以交给妹妹和妹夫,他的工作就是照顾老师的生活起居。 这个决定他来时就已经想好了,希望老师能够明白他的一番心意。 听完佐助的话,春琴默默垂下了头。 两位仆人正跟立太郎打情骂俏,听到主人回来,立马连起扶浪不羁的笑容,殷勤迎接。 立太郎一本正经的对春琴说道,自家的别墅将要落成,届时将举办庆功宴和赏梅盛会。 他想邀请春琴在赏梅盛会伴着盛开的梅花为大家演奏。 春琴还在犹豫时,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男人的叫骂。 佐助起身查看,原来是春琴教学慎言,对学生动则打骂,这次是打坏了学生的脸。 家长以将来无法成为异计为由,前来讨要说法。 佐助连连道歉,却被春琴制止。 春琴以自己教学严格,上课之前就已经打过招呼。 而这个女孩天资有限,自己已经很努力地教她,她根本没有资格。 为这点小事来吵闹,拒绝道歉。 听完春琴的话,家长更是火冒三丈。 立太郎拦住家长,表明自己的身份后,打算赔钱了事。 男人听到立太郎是美农屋老板的身份,立马变了一副嘴脸,收下了立太郎的赔偿,叫骂着离开了。 春琴感谢立太郎能为他解围,便答应了赏眉盛会的邀请,但一定要让佐助将钱还给立太郎。 赏眉盛会如期而至,起了这件事彻头彻尾,就是立太郎想要得到春琴设下的圈套。 赏眉盛会的宾客都是立太郎找来的狐朋狗友演员。 他们无人倾听春琴的演奏,只关心春琴为何是个瞎子。 佐助告诉春琴,今天的曲子弹得很好,可惜无人会欣赏。 春琴说,他本就只打算弹给佐助一人听。 立太郎请春琴用餐,别有用心的将佐助安排到了屋外。 他本想请异计将佐助灌醉。 但极不可耐的立太郎一进房间就对春琴动手动脚,佐助听到房间里的动静连忙冲了进去。 此时,春琴已经挣脱,被佐助扶着走出屋子。 角落里的立太郎痛苦地捂着额头,发誓,一定要给春琴颜色看看。 佐助闭着眼睛体会春琴的感觉,用心为女孩们弹琴。 女孩们看到佐助闭眼忍不住的嬉笑。 春琴听到女孩的笑声萌声醋意,生气地叫停佐助。 佐助再次表明心意,在他眼里就只有老师一个女人, 如果老师担心,可以从明天开始不再招收年轻女孩。 听完佐助的话,春琴脸上泛起红韵。 夜晚,秦堂内,众人都已熟睡, 立太郎竟派人将一壶滚烫的开水浇在了春琴脸上。 逮人得手后破门而逃,佐助惊起, 来到房间看到痛苦呻吟中的春琴。 春琴只是无脸惨叫,不让佐助靠近, 看到他被毁容的脸庞。 第二天,佐助请医生为春琴包住了伤口, 可春琴始终背对佐助。 接下来的夜晚,佐助害怕春琴再遭不测, 干脆连叫也不睡了,守在院子里, 实在困了,就从井里打来冷水浇在身上。 春琴戴上了头纱,到了快拆纱布的日子, 他希望佐助答应永远不要再看他的脸, 否则自己就包一辈子纱布。 听到春琴的话,佐助心里似乎做了某种决定, 偶然间,他看见仆人掉落的绣花针, 立马下定了决心,他支走仆人, 最后再看了一眼被纱布包裹着的春琴, 关好房门,坐在了镜子前。 佐助忍着剧痛,用针刺穿了自己的双眼。 势干血迹,眼前渐渐模糊, 直到什么也看不清了, 他跌跌撞撞推开房门, 却因还未适应黑暗,重重摔在了院子。 春琴听到动静,也在黑暗中摸索出来。 佐助告诉春琴,他把自己刺瞎了, 两人在黑暗中互相摸索,碰到了对方的手。 春琴问佐助疼吗? 佐助回答,不疼, 现在他终于能进入老师的世界, 还是十年前的样子,永远那么美。 春琴此生是幸运的, 因为他遇到了佐助, 但对于佐助,他这样的牺牲真的值得吗? 很多人好奇, 春琴怀的孩子到底是谁的? 他跟佐助朝夕相处, 两人既是主仆关系, 又是音乐上的师徒关系。 佐助无微不至照顾着失明的春琴, 在一场大地震中, 佐助舍身去救助春琴, 令两人感情加速升温。 剧中没有明确交代孩子是谁的, 但是,可以肯定, 春琴怀的就是佐助的孩子, 只是春琴比较高傲冷漠, 他内心深处的主仆观念很重, 让他不愿意承认孩子是他于佐助的, 最后生下了孩子并将孩子送给了别人。 而佐助将春琴捧得太高, 对他恭敬如神明, 对自己则放下了尊严, 将自己滴到尘埃里。 可是, 连自己都无法和春琴放到平等的位置, 如何让春琴以平等的目光看待自己呢? 从尘埃里开出花, 很符合佐助的情况, 其实, 真正的爱情, 是两个人在灵魂上的交融与精神上的依恋, 无怨无悔, 为对方相守一生。 最后, 愿人世间多一些真情, 愿每个人都能寻觅到, 那份属于自己不渝的真爱。 我是阿炬,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